突然在路程现身的精灵富商东方圆外 在路程郊外购买了一处庄园 请问那处庄园的名字是 夜西楼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谢婉清见面 他会用一个特殊信物作为邀请函 请问那个特殊信物叫做 花神间 这里是云梦泽路程的 用花之地常乐方 人来人往遍布九四 是寻欢作乐的绝佳之地 这里是婉清娘子居住的地方非仙阁 有机会在此处看到他跳泥潮雨一舞 先皇曾在大殿上将谢婉清和肖润指付为婚 十年前谢婉清父亲受党争之类 谢家女眷全入教坊思维纪 男子则被流放塞北苦寒之地 家大业大的谢家就此涌落 苍兰爵不只有奇妙的仙剑月族 也有自知冷暖的人间 记得观看电视剧苍兰爵 看角色们在人间拉近彼此距离 2人 2人 8人 221人 3人 5人